大家好啊很久呢没有做视频了 今天呢来做一个视频啊 今天做视频呢还是谈到一个人物 尹科啊蒋网正这么一个人 本来呢我是说过了不再去谈这个人啊 但是呢我前两天啊能不防的 在YouTube上无意中啊发现了几个视频 啊就是这个被甲网正念之在之啊 忽来喊去的这么一个名字 叫做于南南的这么一个人啊 我突然看到的他这个视频啊 我很意外啊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做于南南的这么一个人 看这个节目是打骗第一季啊 于南南亲自讲述被蒋网正诈骗经历 这第二个节目啊 这个 这个 打骗第一季的第二季啊 又是于南南来讲啊 还有这个第三季 又是于南南讲啊 这个第四季啊 但第四季又一位首尔人那不是于南南了 还有个第五季啊 这个于南南来介绍啊 只一反正 整个视频的内容吧 就是讲揭露这个蒋网正 这是这是一个骗子 诈骗人诈骗犯啊 我呢是有真的不太注意这个youtube上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视频是被我无意中发现的啊 我就认真的听了一下 听了我是大吃一惊了啊 改变了我对蒋网正这个人的一个看法啊 以前呢 我认为蒋网这个人 蒋网正啊 尹克这个人呢 可能就是啊 猪头猪脑的这个智商可能不大高啊 但是呢 人不是一个坏人 所以呢 我之前呢 我说过了 我不再批评蒋网正了啊 我记得我还做了一个视频跟他道歉啊 我说不应该去嘲笑蒋网正投资亏钱啊 炒黄金投资亏钱的事情啊 我当时是很诚恳的去做这个视频 向蒋网正引课道歉 啊 觉得他人不坏吧 就是有点蠢 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有点蠢呢 啊 他这个一开始支持这个唐柏桥 后来他妈的也不支持唐柏桥了 后来再后来支持这个郭文贵 后来也不支持郭文贵了 再后来支持这个李洪宽 再后来也不支持李洪宽了 啊 我还记得我说过他是三性加奴的人格啊 我觉得他从他这种先支持 再不支持吧 可能是他个人思想吧 思维不大成熟 所以有这么一个弱智的决定啊 就要去支持谁 导致呢 觉得自己呢判断失误啊 又去不支持反对谁 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有一点智商上不是很高啊 但是呢我仔细看了这几个节目啊 余南南啊 本来余南南是谁的没有人关心啊 只是呢这个我经常看到这个 讲往这个节目里面经常呼喊的一个名字 就是余南南啊 他这个是浙江人的口音啊 我我我每次听他喊出余南南三个字的时候啊 我真是觉得有一点搞笑啊 我各位朋友先让我来模仿一下啊 模仿一下这个讲往正是怎么样呼喊余南南的这个名字的啊 余南南啊 他是这样的啊 他读这个南南两个字的时候 他是用那个笛音啊 感觉是用笛子发出来的声音啊 余南南啊 我每次听到他讲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很搞笑 所以呢对这个名字呢是有一点印象很深 但是呢我对这个余南南肯定是不熟啊 本质上我对讲往正呢也不熟 只是说在网络上看到他这么一个人啊 他呢经常还讲他自己个人的家庭啊 生活啊在中国的一些经历 啊把自己啊 他每次这个做视频出来啊 都是喊了一句口号 什么这个人在江湖飘死 哪有不挨刀混江湖全凭一个意志啊 听他感觉啊 每天把这个仁义道德这个字啊 这个这些词啊挂在嘴边 但是如果你啊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这个这一个五集啊 余南南现身说法揭露讲往正啊 的这个诈骗行为的这五集内容啊 你就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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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网正这个人啊 真的真的是一个很可恶的一个人 我现在觉得这个人呢是一个 是一个跟李鸿官有差不多的 这么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德性的人 蒋网正就是一个诈骗 如果大家啊认真的把余南南现身说法来揭露 蒋网正诈骗的经历 你才知道蒋网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首先呢啊 我在那个整个 啊呃啊 余南南讲述蒋网正当中啊 有有几个诈骗的经历啊 我给大家讲一讲 简洁的这么讲一讲 第一个于他呢 这个蒋网正的是在澳门赌场上啊 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 的就是我认识余南南的之后呢 对于蒋然特别的殷勤啊 什么 拍这个机场上 还是这么酒店上 派什么高档轿车啊 接送这个余男男啊 搞了这个把余男男搞的是心花怒饭啊 觉得这个人很有本事啊 跟跟这些有钱老板的好像都很熟一样的啊 每天是高档豪车进出啊 这个余男男就高看他三分 其实这就是骗子吧 雇佣的伎俩 他讲网站其实狗屁都不是啊 只是在余男男的面前装阔啊 而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啊 赚了很多很多钱啊 有什么什么项目 其中呢有一个项目吧 我听了余男男讲 我是觉得这余男男呢 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啊 是一个怎么样的项目呢 说是这个讲网站对余男男讲啊 说他香港有个什么股票的期权啊 什么怎么样赚大钱 哎呀我的妈呀 香港的期权股票期权 这就跟期货一样的都是可以买卖的 你讲网站就是投资高手 你讲网站不是做那个黄金期货都亏了钱吗 所以我觉得真是有点啊 这个期权期货是金融的一个衍生衍生品啊 派生出来的一个东西 他其实本质上吧 也是跟这个股票是一类的买卖 一个样的买卖 只不过呢是一个运用的高杠杆啊 所以你如果赚钱的的确确 如果做对了 你赚钱是赚了很多的 你要做错的 你是亏钱也亏了很多的 是吧 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这是这个投资经济学里面的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我是不相信像蒋网站这个人 有什么大本事捡到什么大便宜了 什么地方有黄金啊 让他去捡了 他这个人吧 真的 我才知道他整个就是骗这个云南男 总共呢从云南男手中骗了一千多万人民币啊 云南男是房子也卖了 都把钱交给了这个蒋网站进行这个投资 结果呢是钱没有钱 结果是把云南男的钱全部骗走了 这个蒋网站嘛 还跟这个云南男 因为云南男有一个闺蜜啊 蒋网站还跟这个云南男讲 哎呀你不要把钱借给你这个闺蜜啊 你这个闺蜜是个骗子 好像很关心这个云南男 最后云南男才知道 为什么啊 蒋网站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云南男 不要把钱借给云南男的闺蜜 自己的闺蜜 是因为啊 蒋网站觉得啊 这钱 你云南男把钱给了你的闺蜜 你就钱就没有什么钱 就交给我蒋网站了 被我骗了 所以呢 他是蒋网站装助一副帮助人热心肠的姿态 本质上是想掏空云南男所有的钱 整个这个蒋网站这么一说吧 真的就是一个骗子 很简单嘛 啊 你如果哪一个人告诉你 他说哎呀我这个炒期货啊 啊搞了个权政啊 也就是期权了 啊 我赚了很多钱了 你把钱交给我 那都是骗子 这个本质上跟炒股票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你有那么好的本事 你还需要去借钱吗 对不对 你有那么投资那么成功 你还需要去东挪西借吗 啊 更可恶的通通通过这个云南男的嘴里面讲述了 还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情 他不仅是年轻人也骗 他是老年人也骗 60多岁的老太婆他都骗 啊 他骗了一个老太婆70多万 啊 现在搞了这个老太婆生活过得很苦 啊 现在搞的是云南男他母亲也是60多岁的人 每天还要去打工 啊 为什么呢 这个他骗他 你 大家啊 大家听一听啊 大家听一听啊 那个蒋网正呢 去找云南男 他的母亲啊 拿钱 说这个投资啊 很能赚钱的啊 你把钱交给我 那云南男他的母亲说这个没 现在手里没钱了 你知道蒋网正是怎么样跟他母亲讲的吗 哎呀 你去社会上去借钱啊 啊 你想一想 你把钱交给我 你借了 你现在没钱 你把钱借给我 借给我之后 我就给你去投资金赚了很多很多钱 那你这个借钱也不好借啊 对不对 那蒋网正就是逼着他说 啊 你到这个社会上去借利息了 啊 利息是多少 五分的利息 五分的利息就是5% 那是个什么概念 知不知道各位听哦 也就是说 你如果找别人借了100块钱 月利息就是五块钱 啊 月利息五块钱 年化利息就是60% 啊 我的妈呀 哪个人炒股票做投资 年每年能拿到60% 那那可以跟这个股神巴菲特相比了 股神巴菲特每年的收益率也不过就是20% 知道吧 啊 他是把别人往火坑里推 就跟现在的那个新闻上经常报道的一个叫什么 校园 呃 什么贷 什么贷款呢 啊 校园贷一样的 啊 或者说是到民间去借什么高利贷 他你现在你交往正 后来这个听那个云南南讲啊 他是在中国呢 很多地方借了钱 所以不得已才离开中国的 他回国他去他就是面临了很多债主啊 催催债啊 讲那个云南南他还报了警 啊 整个报警的这个这个文件 啊 那个签签签签发的一些文件 云南南都在他的这个节目当中亮出来了 找中国公安报的警 你想一想 他讲网站还有什么 啊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怎么脸面也好呢 还有什么这个这种 啊 就是还有什么能力呢 在中国待着 对不对 人家公安要抓抓他呀 人家债主要上门讨债呀 所以呢 他离开了中国去了东南亚 什么新加坡 泰国之类的 啊 当然了 在外国外 潇洒的生活都是都是怎么样 都是骗的这个什么 云南南等于一帮 二百五的钱啊 我不好意思啊 我说实话 你是个受害者 啊 云南南 但你确实是一个二百五了 在我看来啊 你说你的身家就被别人给给这样骗了啊 还说这个云南南还说这个这个甲网站呢 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说的特别好 哎呀 以后这个钱给我投资之后啊 多少多少的回报率啊 几年之内就是几个亿啊 从此以后你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啊 这个富婆生活 把那个云南南说的是心花漏放啊 不仅仅还是骗了他的钱 还骗了他的色啊 还把云南南骗到床上两三次 所以说这个甲网站这种人呢 一副德性啊 那就跟这个这个这个李洪欢是真是一模一样 哎 李洪欢也是骗财骗色 后来李洪欢骗的钱肯定是没有 我想估计是没有这个甲网站骗的多吧 甲网站骗钱是骗以千万为单位啊 他李洪欢估计搞一个政治庇护啊之类的啊 收费上去也就是搞一次挣个几千美元这个样子吧啊 他们两个是有的一笔啊 所以说呢所以说呢 为什么这个李洪欢呢对这个甲网站是很不感冒的啊 直接说他就是个讲片 直接说他就是个讲片 在李洪欢的这个节目当中直接说甲网站就是一个讲片 啊 所以说呢这个骗子啊真是火眼金金啊 我开始呢本人呢对这个讲网站确实所知道的信息呢 并不多啊 我只是觉得他呢做节目啊 有时候看一看吧偶尔看一看 其实看的也不多啊 怎么看着他后来砸锅了啊 还在他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春片 锅片 标题是这么写的啊 我觉得 这样的人嘛 简直就是贼喊捉贼 自己是一个骗子 要说别人是骗子 讲网站就是这个德行啊 今天支持明天反对啊 今天支持郭文贵 明天反对郭文贵 今天支持李洪欢 明天反对李洪欢 今天支持这个这个这个唐柏乔 明天反对唐柏乔 这个讲网站的这个人呢 也是个道德败坏的人 我以前只是因觉得 他这个道德一根还可以啊 只是觉得他这个可能智商很低 其实讲网站的智商也不高啊 那为什么有的人上当受骗呢 只能说这个低智商的这个讲网站 找了一个比他更低智商的人进行行骗 就这么简单啊 对吧 对吧 就这么讲的 你说就是说这个坐轮椅的人 他可能行动起来并不快 他如果跟这个乌龟进行赛跑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赢 他只不过找了一个比他更差的人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比赛 说白了 蒋网站就是这么一个德性的人 找他欺负比他智商更低的 更低的人啊 这个我听的这个 于南南在这个他的这个讲述当中啊 揭露这个 揭露这个蒋网站的 我是真是觉得很搞笑 说这个蒋网站呢 其实在中国啊 他已经结过婚啊 孩子好像有三个孩子 离了婚 离了婚呢 成天呢 就是个债主不离门 因为骗钱嘛 债主不离门 老婆跟他离了婚 然后呢 人家找到了这个蒋网站的父母家里面 因为他借的钱呢 写的东西啊 都是写他这个父母的地址 啊 那个于南南有一次呢 就去他的父母家就去找 说他父母家 连一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 破破烂烂的 啊 简直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这个整个 整个样貌 啊 整个家庭环境 那你找到父母父母说他也没办法 他如果说他父母说如果说三万五万十万二十万 那他父母呢 还有每个月退休退休工资 来帮这个蒋网站还 一听说你都是几百万三千万 那我这个我父母说这个这个我还不了啊 然后干脆就不还啊 你找我也没用了 这就是蒋网站这么一个人啊 老婆孩子不要 父母呢 也给父母带来 这个很大的麻烦 这就是上对不起老下对不起小啊 这蒋网站就这么一个德行的人啊 他这个还桃花皇之的跑到什么推特啊 那推特我很少去用啊 几乎没用 跑到什么推特啊 什么YouTube上来 还瞎掰掰 瞎掰掰呢 这些又有人上当了啊 跑到澳洲去 澳洲有一个高龄圣女啊 读了一个博士法学博士的啊 其实也不是那个高龄圣女这个这个首先怎么样啊 是那个高龄圣女的他老爸哎也看到了 以前把年纪轻轻可以混了 现在年纪大了不能混了啊 结果现在跟他讲啊 这个你看吧澳洲现在来了一个年轻人 蒋网站你看看在网上找一找他啊 跟他跟他怎么样啊 他女儿呢 也看了视频觉得不错啊 那就约出来吃顿饭吧啊 之后呢 他女儿头怀送抱啊 肚子也大了啊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说实话啊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啊 这个蒋网真的老丈人 我不知道你今天能不能看到这个节目啊 看到我做的这个视频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 你没有吕太公的这个眼光 吕太公当年相中刘邦的时候啊 那刘邦真是真是不负众望啊 当了汉高主啊 开国皇帝啊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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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网正这个这个啊 他对你女儿也只是拖累你女儿啊 骗财骗色啊 这个我还想对这个蒋网正的 这个澳洲的老婆我也想说一句啊 这个说实话 中国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 男怕入错行生女怕嫁错男 啊 对吧 那个余男男就在节目中就直接说了 说蒋网正在澳洲的这个老婆跟余男男之间加了微信 他们之间也聊了啊 这个蒋网的这个余男男这个把蒋网正的老婆告诉余男男说 蒋网正现在没他问蒋网正一个月要一千澳币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奶粉钱 这个蒋网正都拿不出来啊 他们之间现在没有住在一起分开 就是这个美就是这么一个每天说大话的人 老婆孩子哑不起 上骗老子下骗小 啊 中间跑到社会到处骗 说实话我觉得郭文贵还是很不错的 几乎对于你的指责谩骗什么骗骗骗 锅骗春骗没有从来都没有回应过你 啊 从来都没有回应算是给你面子给你礼貌了 你这个人是很不识趣啊 追着郭文贵 节目上就是春骗啊 锅骗 就是说他啊 你知道为什么李洪宽啊 你知道为什么李洪宽就看不上你不理你吗 啊 说白了 你也是个骗子李洪宽也是个骗子 这骗子遇到骗子 骗子只能遇到傻子 懂我讲的吧 骗子喜欢跟傻子搞在一起 骗子不不愿意跟骗子搞在一起 啊 骗子跟骗子搞在一起 那是这个李洪宽这个骗子来骗你 呃 蒋网正的钱呢 还是你蒋网正来骗李洪宽的钱呢 对不对 哦 说我个 所以说呢 我想讲的呢 大概就是就是这些 啊 以前呢 我是认为你蒋网正 人好 但是比较蠢 现在我觉得呢 你是不仅不不仅很蠢 当然了 上你受你上当受骗的人 他觉得你不蠢啊 我觉得你还是比较蠢的 说实话 只是说呢 你是骗了一个比你还要蠢的人 当然这个社会呢 这个社会呢 只能说这个弱智者 智商无下限 只能这么讲啊 所以说呢 你看 这个蒋网正啊 这个于南南啊 在他的这个节目当中啊 亮出了很多微信的这个 他们之间的通话的这个语音也好呢 还是这个叫什么文字也好 对不对 啊 那个蒋网正说 哎呀 你这个微信的东西完全就是造假的嘛 那这个于南南就说咱们可以做直播了 对不对 可不可以做个直播了 他在微信上直接给你发信息 是吧 你这个蒋网正你也不敢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呢 这个于南南也好呢 还是这个 之前这个 他在蒋网正在中国结婚 生了跟他生了三个孩子的这么一个女人也好 还是现在他在澳洲的老婆也好 请记住啊 请其他的听友啊 请请其他的听友的 我相信其他的听友当中也有女性啊 真的 男怕入错行生 女怕嫁错郎 你跟着这么一个骗子 只是 钱财被骗啊 这个被骗财骗色 被玩弄 所以呢 希望大家 所以希望呢大家能擦亮眼睛 我为什么要今天做这个节目呢 我是希望 后面的人 啊 后面的人就不应该再有人上当受骗了 是吧 你把骗子揭发出来了 啊 大家都认识他的 蒋网正是个骗子了 对不对 那后面就就不再有新的人上当受骗了 啊 所以说我是给网络上的这些朋友啊 提前 打一个疫苗啊 这个蒋网正就是一个病毒啊 啊 给你身体上注入了 我给你身体上注入了这个疫苗之后呢 你要有一定的抵抗力 对蒋网正这样的骗子 还有这个李洪宽这样的骗子 啊 那么今天呢 我就节目就做到这里啊 大家有兴趣的呢 可以把这个云南南做的这个节目的武器的那个内容啊 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啊 可以认真的听一听 我觉得这个蒋网正码基本上吧 他的人生码就是一个靠行骗啊 行骗来过生活的 因为他的骗的资金还很大 他看不上那个什么几千万把块的这种 他要骗就是上百万上千万的人民币的这个这个量啊 所以呢 他的生活看起来呢 还是比这个李洪宽过了很好啊 李洪宽呢 就是搞个几百几千美元的这个这个骗子骗数 层次不一样啊 层次不一样 那么这个蒋网正呢 随着自己呢 这个赌博啊 喜欢到赌场去赌博 喜欢这个炒期货高杠杆的期货呢 凭他的这个智商呢 可以说在赌场赚不到钱的 在期货市场上肯定也是赚不到钱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对了 我还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了 余兰兰当时还说啊 那个那个那个蒋网正呢 骗他怎么骗 最开始还没说这个香港的期权 说的是国内的什么什么一只股票 哎呀 我买了之后随便一涨啊 什么四倍五倍啊 啊 就这么就骗 骗这个骗别人 说大话 你要说这个蒋网正那么会投资 可是蒋网正后来他自己在节目当中啊 炒黄金亏了钱 自己是闷下头 很很难过这个样子 当时我还有点同情他啊 说实话 如果一个正常人 你投资亏了钱呢 我还是表示同情的啊 但是现在看来呢 他是他骗别人的钱 把别人的钱骗去的时候 把别人的血汗钱骗去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种自责 内心当中有没有一种自责 对不对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对骗者没有任何的一种同情 有什么好同情的 你自己炒黄金期货亏了钱 你这个亏损不是别人欺骗你的 是你自己能力水平不行 对不对 你去把那主动的去欺骗别人社会上善良的人 对你产生信任的人 对吧 你就只骗他们 你每天你的良心何战 对吧 你还每天做节目什么什么 人在江湖飘 哪有不爱吧 混江湖 全凭一个意志 每天就挂了这句话在嘴边 所以说伪君子总是喜欢包装自己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 希望看到的朋友都能擦亮眼睛 认清楚蒋网正是个什么货色 是个什么货色 好吧 我今天这个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更多的人传播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谁是骗子 提前预防 提前预防这么一个人 蒋网正 好再见